你 我介绍一下 这是公司负责宣传的王玉刚 乐天 关于标志打在玩具上的事 你就跟玉刚谈就行了 我呢 还有点事 先行一步 再见 谢谢 您慢走啊 来 兄弟 坐 周乐天 你不认识我了 您 您 您是 我以前在陈总的广告公司干过 我见过你 那会儿我干的时间不长 不好意思啊 你后来跳槽了 没有 我现在这个公司 也是陈总的公司 那这陈强是 他是我们公司的副总 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你说这陈强是什么意思啊 给我投资就投资的 大大方方不就完了吗 干吗还拐弯抹角的 做好事的不留名啊 那投资老板不是陈强吗 他就是个跑腿的 幕后老板是陈强 那隐藏的可够深的啊 这事你帮我分析分析 你说他给我这笔投资 是为什么呀 这事复杂了 有多复杂啊 你看啊 程健是姚思杰的前任男友 你呢 是姚思杰的现任男友 这前任男友给现任男友投资 什么意思啊 无非就两个意思 一呢 是跟你叫把的 二呢 是向姚思杰展示自己的实力 人家这可出招了 怎么接 你可得想好了 见招拆招呗 说谁不会啊 怎么拆啊 你说 你要是不接受吧 显得咱小气了 接受呢 这摆明是接受人家的援助 不是 那 那 那哥是你的意思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老天 都到了这一步了 你们俩就别再玩那躲猫猫的游戏了 听我呢 上了 你的意思是说 我找他聊聊 聊聊 给你投资呢 没事先告诉你 如果换了我 我也会不舒服 我倒没什么不舒服的 说实话 我今儿好奇 我不明白你这么做 是出于什么逻辑 所以呢 想当面请教 请自教 首先呢 给你投资 是看好了你的玩具联盟 它有利可投 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 我是一分钱不回头 这个我信 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因为思杰 这跟思杰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你说说 我倒是想听听 因为呢 咱俩关系太特殊 中间有思杰 咱俩呢 谁也回避不了 我没想回避 我是担心你想的太多 我们谈起来会有麻烦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派了陈强去跟你谈 是你想多了吧 还有一件事更让我担心 什么事 如果思杰知道了 我觉得他一定会拒绝你 我明白你的想法了 可我觉得你这么想 错了 怎么错呢 你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 做这件事 没必要回避 这是好事啊 我跟思杰都会接受的 你可能会 但思杰不会 上次房子的事 就已经证明了 思杰他知道吗 不知道 那就不要告诉他 非得瞒着他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如果我们不考虑别的 你会接受我的投资 当然 我已经接受了 那好 那我们就简单点 我呢给你投资 你替我赚钱 我们就是生意伙伴 思杰呢 就没必要知道 你说呢 你还真是煞费苦心 怎么 同意了 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没看错 你失快了 不会让我失望 来 是 乐天接受成健的投资 好事啊 他不是正需要投资吗 要只是投资就简单了 思杰我觉得这个事 你也别往多里想 说不定这个成健 这回真的是改邪归正了 在对待你的感情这个问题上啊 他也该知难而退了 我了解成健 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没那么单纯 那他还能怎么着啊 周乐天又不傻 他既然敢接受 就说明他有这个心理准备 心里有数 不是乐天的问题 是成健这个人城府太深了 无论是生意上 还是其他方面 乐天跟他都不能比 我是担心他们的合作 一旦出现了问题 那就不仅仅是生意上的问题了 你这么一说 我就明白了 那到那个时候 这爱恨情仇 还不一块来了 是啊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 也最不愿意看见的 照你这么说 那成健就是故意的 太阴险了 那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 乐天已经决定的事 我还能说什么呢 这两个人也真是的 把你家的中间多难受啊 四姐 不要紧 我觉得你现在就应该 以不变应万变 只要咱把感情立场站稳了 他们爱怎么斗怎么斗去 对 对 对 而如今我已是三十岁 在感动明白生活的滋味 感谢老天让我遇见你 疲惫是给我安慰 跌跌撞撞的青春 在这一刻完美 三十二厘之年我无悔 纵然四面出隔也要坚持到底 三十二厘之年有梦有汗水 当绚烂归于平淡 我依然会用这微笑陪着你 三十二厘之年 快来看看咱们公司上报纸了 我看看 请位周乐天的三十岁股长 周乐天奉献给社会的布置式玩具 也不只是一个行业的转折点 周乐天奉献的 是年轻一代和社会草根们 一起创业的激情 同舟共济的热情 他可以感染一代年轻人 这就是八零后年轻人 苦苦追寻的社会责任 这说得是周乐天嘛 快来来 快来 你看看 我看看 这写着呢 周乐天 是啊 回来 这不是 这不是吹捧他吗 这把他吹到天上 一下神仙给他 这是报纸 怎么是吹捧呢 他奉献的 不仅仅是一种盈利模式 更是这代年轻人 身上最让人激动人心的价值观 请位周乐天的三十岁股长 儿子 这真是说你呢 是啊 这明摆了夸你儿子的嘛 这报纸咱留着啊 妈给他裱起来 咱挂墙上 没问题 爹 写周乐天的这篇篇账你看了吗 我看了 这个玩具联盟在网上炒得可够火的 您有什么想法 董事长 您的意思是 周乐天呢 一不小心就成了社会焦点 我想借这个机会呢 给他炒货一下 那没问题啊 我再去找几家媒体 我的目的不在这儿 瑞典的那家风投公司天美丽 你还有联系吗 有啊 他们不是想投资一家国内的玩具企业吗 让他们投资乐天的玩具联盟 董事长 还是你老道 我明白了 趁着周乐天他们玩具联盟 现在是社会热点 狗家收购 对 我们要让他啊迅速赚钱 越快越好 只是他这种赚钱的方法啊 那不还得等到猴子那马月去 我明白 对了陈总 天美丽收购大企业 这个玩具联盟是不是小了点 小怕什么呀 只要盈利模式好那是关键 你跟他们说他们会明白 爸 周乐天那篇文章真是你写的啊 是啊 是啊 安伯跟我说的 要我帮乐天他们 去那个呐喊一下 我跟你说啊 写得特别好 真的爸不是我夸你 真的写得特别好 现在网上的这个点击率啊 特别的高 周乐天现在这个玩具联盟 算是有名气了 爸 其实我觉得你要是有机会 真的应该写解安博他们 给你们透露个秘密吧 我最近再写一本书 是写你们这个年龄段年轻人的 真的呀 快写完了 那肯定特别棒 我过去呀 总以为我们这代人哪 受的苦最多 受的磨难也最多 可是我最近升垮了 我觉得 你们也不容易 你们所处的环境 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复杂 来 老师你说是不是 是 你快出牌啊 我出了 一代人啊有一代人的难处 这没有可比性 我要 你们这些人啊 其实我很感兴趣 就说你们周边的这些人吧 乐天想搞实业 咱们 咱们革命同志 要当画家 是不是 都挺有理想的吧 是吧 其实啊 不管什么年代 这个理想主义啊 都是民族珍贵的 别说你那理想快出牌啊 我 我 我 出撒 铁条吧 真的 天美丽要给我投资 当然是真的了 能投多少啊 至少五千万 五千万 咱们敢花吗 花钱谁不敢呀 那就好 程大老板 谢谢你啊 甭谢我了 我也就签了个下 主要是你的盈利模式好 你们的盈利模式有巨大的空间 风头看中的就是你们这一点 他们都是狗鼻子 哪有肉腥味他们就奔哪算 玩具联盟已经被他们列为 进入中国的一项主要计划 太棒了 有了风头我就可以做大了 嗯 你呢好好准备一下 马上就要开始谈判了 一定要抓住机会 成 放心吧 周先生 我们可以注资五千万人民币 但条件是整合股份 相怎么整合呢 我们看了玩具联盟的公司的结构 发现你们的股东也太多了 我们的条件是 除周先生和几个重要的股东外 其余的股份我们必须收购 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到位后 玩具联盟的股东 只有我们天美丽和几个少数的股东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利益 这不可以 你们必须尊重玩具联盟的股东结构 一个也不能少 这是我们之间合作的基础 我和那些股东 共同创业 算是同舟共济了 这也是联盟两个字的意义 周先生 别的方面我们谈得都很顺利 如果在这方面我们出现分歧 有点太遗憾了 我也觉得很遗憾 周先生 你看这样好不好 在我们收购股份的时候 可以给股东好一点的价格 这是我的原则 在这方面我不能讨价还价 我们天美丽公司 姿态已经很高了 希望你慎重考虑 怎么 谈板结果怎么样 咱们为他这事非独大劲 把天美丽请来了 他现在成大爷 白鸡谱来了 为了几个鸡毛蒜皮的股东 连天美丽投资都不要了 怎么 他拒绝了 人天美丽说了 就等周老天答复 要想合作 就得听人家的整颗股份 老天 人家天美丽是大财团 那是爷 要我说呀 你就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办 他们不是说要留几个股东吗 那咱们哥几个说不上是元勋 至少也是元老啊 那要留几个股东 至少也是咱们哥几个 只要咱哥几个有钱 挣不就完了吗 要是光为了咱们几个赚钱 那就没有必要开这个玩具联盟了 这个呀绝对不行 联盟啊只是一说法 你亨不能为了一说法 跟钱过不去吧 再说了 把钱装兜里头 那才是最实惠的 要说赚钱 咱们就更不能答应他们了 你看 他们现在给咱们偷五千万吧 我把话给你搁这儿 咱们如果绷住了劲 将来就会有人给咱们偷一个亿 老天 行了知足吧 五千万就不少了 等这笔钱一进来 我的股份就升值了 哪怕我现在套现走人 我都赚大发了 我算了笔账 哥们这把呀至少能挣两百万 彪哥 你糊涂啊 你记住我说的话啊 现在保护好股东的利益 就等于保护你自己 田美丽 现在能够这么对待其他股东 将来有一天就能这么对待你 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先后问题 他们现在尊重咱们 是因为玩具联盟是个群体 如果群体不存在 到时候咱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田美丽看中的 只有利益 当代艺术 然后 天哪 发表了 太好了 这事啊 还得多谢谢你 你看 要不是你从黄思明那儿 把那画得搬回来 这事真就没了 现在对自己有自信呢 这就是你标志性的技能 就是搞仇太低了 才三百块钱 咱不说钱 这三百块钱 可不是简单的三百块钱 这是你靠自己作品正出的钱啊 林亮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你是我老公 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 我老公 我愿不关心 那你别做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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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的玩具呢 烧了 连材料到成品都烧了 那可是咱们最大的加工厂 跟他们厂长联系过没有 听说跑了 人找不到 刘总啊 合作没问题 资金更不是问题了 只要我们合作愉快就行 好 再见 陈总 陈总 周洛天里边出事了 他们最大的一家加工厂是火 所有的原材料 半成品 成品 全部烧光 关键是这家工厂的产品 占他们所有产品的百分之八十 损失挺大的 他们有保险吗 没有 恐怕连咱们那些投资 也回不来了 灵灵 回来了 怎么样 来来来 我呀告诉你个好消息 快吃吧 下个月 我的作品很有可能要去新加坡 参加亚洲青年艺术节 真的 陈有亮亲口告诉我的 他还说他特别喜欢我的那幅民工 还让我多画几幅类似的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我就知道你能行 喂 妈 怎么了 行行行 你别着急 我跟安博回去 好 妈再见啊 怎么了 没事吧 我妈说我爸那个书又没出城 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 想让咱们俩回去安慰安慰他 没问题啊 爸 您这书稿啊 我已经看过了 评讯而论啊 我觉得特别的棒 您这应该多走几家出版社 肯定会出版 算了 算了 不出了 你妈说的有道理 我呀 得面对现实 怎么能不出了呢 爸 您不是跟我说过吗 他有的时候越是这种好书 出版起来可能就越麻烦 您哪 得给出版社一点消化的时间 那走在时代前列的文化 那 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嘛 我呀 就剩下寂寞了 爸 那这可不像您说的话 我记得您以前写过一篇文章 题目就叫做 享受寂寞 你还记得 这么好的文章我怎么会忘呢 一辈子也忘不了 阿波 你最近这个阅读能力啊 是越来越强了 多读些书好啊 多读书可以提高你绘画的综合能力 哎呦 什么 怎么了 妈 你看你这白灯符这么多 你也不是燃燃 是吗 你先去空 给我燃燃 没问题呀 哎 我跟你说 我要燃比那理发馆燃的好多了 这一牛 真的 一根白灯符都没有 灵灵 你那个家教少上吧 你看看 看我都瘦了 你注意身体听见没有 瘦了吗 瘦了 我知道 妈 我爸怎么了这是 你爸现在就跟那老小孩似的 不就书出不了吗 跟得了抑郁症似的 连饭都吃不下去 放心吧 安波来了就好了 妈 我跟你说 你呀 让我爸就听安波的 别光指着那一家出版社 多跑几家 爸 我还真觉得 读您的书 对我的绘画特别有启发 是吗 我的书 您不是跟我说过 文学是一种表达 绘画也是一种表达 殊途同归吗 是啊 我说的话 你记得那么清楚 刻骨铭心哪 爸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这张书桌 还在书房里 您就是说的 坐在这个书桌前 给我说的 那是哪一年了 就是 我跟林玲刚谈恋爱的时候 好多年了 爸 你放心吧 这以后啊 我肯定会继续加强 我文学方面的修养 在这方面 您可得多指点啊 对吧 切 搓 切 搓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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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波有绝活吧 这个小马屁精啊 说我们的安波是马屁精啊 那行 那我们不拍了啊 我们走了 别别 拍 拍 让他把你办的马屁拍响了 看把你给高兴的 哈哈哈哈 凉凉 我今天就想了一天啊 我觉得你爸爸今天特别可怜 你说他就出书这么一点心愿了 还实现不了 我爸的黄金岁月啊 算是过去了 你知道吗 过去啊 我爸至少一年出一本书 那些出版社 都是主动上我们家去约稿的 你看看现在 彻底没人理的 说句良心话啊 你爸这书写得真不错 应该出版的 我爸写的那个东西啊 太严肃了 你说现在的人都喜欢看什么 喜欢看轻松的东西啊 谁现在还愿意看着书受教育 可是你爸这本书 他可是很用心写的呀 这要出版不了 对他打击可是够大的 程总 按照合同的约定 我会如初规划您投资的 我生意嘛 有赔有赚 这都很正常 您放心 您的投资不会打了水漂的 那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上难 这样吧 我再给你投一笔 我不要 按照合同 在资金没有归换之前 我是不能再接受您的投资了 当初你要听我的 跟天美丽签约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即便是今天发生这样的事 你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啊 这是两码事啊 按理说呀 我就不应该跟你说这些 你呀 你就是太固执了 思杰知道这事吗 我会告诉给她的 这样吧 我去找天美丽公关一下 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条件 你都要答应 这不可能 周老天 我怎么跟你说呢 为了姚思杰 你也得答应 程总 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但是我必须提醒你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 我一定想是什么 好的 他也听不懂 你 不 我 我 我 走 大家伙是 怎么了 出雾什么事啊这个事 老汤 这你拿着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里面有三百万 是我们大家伙凑的 你拿着用吧 不行不行 这这这不行 大伙钱我不能用 乐天你听我说 我们大家伙卖玩具有很多年了 一直是小打小闹 没挣什么大钱 冲击量也就是散兵游泳 可自打你乐天组织了这个玩具联盟 我们大家伙才明白 原来卖玩具可以挣这么多钱 可以搞这么大 还能吸引国际投资 还能上报纸 乐天啊 大家伙高兴 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挣到钱 同时我们感觉到自豪 现在我们有困难了 所以大家伙更没有理由看着不管 因为这个玩具联盟是我们自己的家 乐天 大家伙信任你 这钱呢 你拿着吧 乐天 你就拿着吧 这些钱是我们大伙自发筹集的 如果不够我们大伙再凑点 钱不多能顶一阵子 乐天 大家伙相信你 一定能够带领我们度过这一关 拿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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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吧 好 这个我就拿着了 我现在拿着这张卡 我意识到 我所有的坚持都是有回报 这回报不是钱 是大家伙的信心 这信心 是玩具联盟未来的希望 是创造财富的真正利益 我知道 这里面的每一分钱 都是大家伙 辛勤劳动欢乐 这里面的每一分钱 都是值得尊重 我向你们保证 我一定会珍惜它 谢谢 谢谢 乐天已经跟我说了 跟天美意的谈判到此为止 请你也不要再参与了 乐乐天的企业缺资金 有人帮他布好吗 他一天比一天好 钱一天比一天多 他事业成功了 难道你不高兴吗 你曾经也跟我说过 你需要安全 我说的安全感不是钱 如果你现在能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我就有安全感了 我现在不该跟你说这些 周乐天要早听我的话 他现在早变成千万身价 可他就是不听啊 今天的糟糕局面都是他造成的 就算是他没错 但是他的优良品质 能给你带来幸福生活吗 我的投资现在已经打水漂了 如果追究泽儿的话 他现在就是负债了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早就等着这一天呢 你跟我交进口 你要是跟现实交进你就太傻了 谁都看得出来 和周乐天比 我更适合做一个账 如果一定要比 乐天是我的阳光 你就是那片乌云 四姐 你要还为过去的事耿耿于怀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告诉 我明天就可以召开董事会 申请辞职 你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 难道我都这么做了 还证明不了我爱你吗 如果你真爱我的话很简单 就请你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 我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再见 我哪敢用你啊 您是艺术家 碧槿 又会一样再一天 像个成員们 你找到我健身吗 怎么 你们走啊 还不已呢 你看我 那我条件上来 出牌子来了 快点击 这一步 咱们很快 直说吧 我真的是急等用钱 爸爸一直都没有心 我每天都来陪他 跟他聊聊天 爸 小周来了 刘总 你放心吧 我回来了 我一定会照顾好萌萌 不让他说一点委屈 小周啊 这次回来 真不打算走了 不走了 可是 这个吴强怎么办 他可是为了上次那个事 没完没了啊 而且扬言要告你啊 我这次就是为他回来的 我要调查他侵占柳开明财产的行为 把公司从他手里夺回来 亲手还个梦 小周啊 小周啊 哥哥明白你的心思 你不就是觉得对不住柳开明吗 可是你再怎么折腾他也醒不了了 没必要啊 哥哥劝你啊 别斗情了 把心思用在正事上 这这现在这大好时机 是吧 咱俩联手 说不定 能挣出几个柳开明亮的公司来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 你就等着结果吧 来来来来来 诶 周 你可算是回来了 我们都想死你了 我也想你了 真的 这次回来 我就不走了 咱们三个 又可以待一起了 你俩现在发展得都不错啊 隔天做起 安波 要成大艺术家了 都算是定位准确 那你呢 我离开北京之后 跟几个朋友搞了个投资公司 发展还不错 现在在做私募基金 私募基金 这可是赚大钱的买卖啊 行啊 小周 成财人爷了 谈不上 就算是一条新路子吧 小周 你们这投资公司 一般都投什么业务啊 能不能给咱乐天也投点资 小周 永远 拥有爱就幸福 雨后的天空 你就是彩虹 在我心底你最重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变白头 携手一起走过 试着了解曾经不了解的 我的世界因为要你而美丽 试着谱写一首 无辞的暖暖的歌 这一生只唱给你 我在听 雨后的天空 你就是彩虹 在我心底你最重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变白头 携手一起走过 试着了解曾经不了解的 我的世界因为要你而美丽 试着谱写一首 无辞的暖暖的歌 这一生只唱给你 在我心底你最重 在我心底你最重 从相爱到相守 从黑发变白头 携手一起走过 携手一起走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